那今天我们今天聊了 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工具 是吧 就是你们将来怎么样深度理解用户 对 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工具 方法问 什么叫方法问呢 Moment MOT 什么叫MOT呢 就是Moment of Truth 什么叫Moment of Truth呢 就是真相并不取决于你本身的好坏 而是取决于你和用户之间的微小瞬间 说的再实白点 一年上百万次 千万次的微小瞬间 才是决定你未来成败的关键 OK 这样大家可能很久有点不太通俗 我再给大家讲个更简单的一次 是吧 男生泡妞 不要泡妞吧 追女生 是吧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现象 一个很优秀的男生 是吧 找不到女朋友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我自己很优秀啊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就是觉得自己学习好啊 也很优秀啊 天天泡图书馆 是吧 其实另外一个目的 第一方面 是吧 其实是希望在图书馆能泡到妞 是吧 你会觉得 女生觉得 哎呀 这个男生好优秀啊 看书学习好 是吧 但是我发现 这是很苦逼的这种想法 就是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 认为自己的 你认为自己很优秀 本质很好 是吧 对你 对女生就有杀伤力的男生 假如再度有的话 请你们醒一醒 是吧 请你们醒一醒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 就是回到这个主题 什么叫moment 就是 女孩觉得你好 并不是你本质上好 你本质跟他没关系 说的直白一点啊 为什么 我们就是 老的老 就是老说 老说叫什么呢 就是 叫 俗话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是吧 确实这样的 我们会发现 那个我 大学的一个同学 这个 我们认为 其实真是比较坏的 为什么叫坏呢 就是他经常会搞花招 比如说 同学上追女生嘛 他经常弄过玫瑰花 从楼顶 弄过 掉到人家窗台上 是吧 我们说 你这太不公平了吧 是吧 你 这 就是 带我们学一考 那边 这个 很不齿 你知道 很闭实 是吧 你追就追 干嘛弄花 还弄 还弄得很挺 让女孩 小和万壮 而且效果还挺好 是吧 有时候 比如说 弄到情人节 还在 还在那个 就我们些特俗 是吧 摆一个心 是吧 就是对着女生 是吧 摆一个心 然后大人叫 我们学特俗 是吧 我们学好的 根本不爱这样干的 但是发现 就是 就是 就是发现 人家很耿利 为什么耿利 就是我们这些 本身很优秀的 经常女生会说句 什么话呢 你知道什么话吧 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好人 是吧 大家知道 这句话是个好话 是吧 但是男生一听会什么表现呢 心里凉半截 你知道吗 肯定啊 你是个好人 接下来就是 是吧 你找一个更好女生 是吧 就是很悲催的 是吧 但是我隔壁的男生呢 老是女生在说句什么话呢 你好坏 你好坏 是吧 大家知道啊 就是 你好坏 大家知道 在接下来该怎么干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 因为这个教训 对我比较深刻啊 我就是 我觉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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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后好多年 一直在 一直在就是 做 就是 做产品 跟这是一样的 就是 你不要做 你是个好人的产品 这样的产品 是没戏的 女生都不喜欢 有什么用呢 你一定要做 你好坏的产品 什么叫你好坏呢 你好坏 就是深刻理解用户 对 他感受到你的 感受到你的moment 为什么呢 坏 坏 坏小子 更容易得到女生的欢心呢 他们会知道moment 是吧 一个最著名的moment 我们知道 微博上 无论大 你们看到啊 一个女生 在两个男生之间 做选择 可能一个男生是技术 一个男生是pm 第一个哥们呢 很实诚 就是我说呢 本身本质很优秀 就是因为他不好选择 他就对了这个男生说 你们去环游世界 世界一下 一年后再来见我 是吧 你们看看 大伙子怎么样 第一个男生 就背去书包 很坚定的 看看这女生一眼 就走了 去环游世界了 第二个男生呢 也背了个包 是吧 就围着这个女生 转了一圈 说 You are my word 对 这女生就不行了 对 就什么意思呢 她女生要的并不是你 是吧 女生要的跟用户要的 也是一样的 她要的并不是你 真的去环游世界 是吧 她要的其实是 她要的是一种moment 要的是一种感觉 是吧 感觉 所以我想说什么呢 就你是一个好人 你很好啊 跟我有什么鸟关系 是吧 当用户说你是个好人 就产品 你是个好人 跟我没关系 我不愿意买 你好坏 为什么你好坏是一个好呢 就是她跟我有关系 让我小欧万壮 是吧 这就是好 所以为什么说 为什么一年上百万次 一定要微小瞬间 moment非常重要 我一定 就是这个工具 非常非常好呢 那学会这些东西呢 就是moment 真的是决定 是吧 决定你产品 成败的关键 因为我们自己 每个人 首先也是个产品 是吧 这是个产品 就是那 那从个人来讲 就你们 假如你听完课 你以后要学会管理你的moment 我们知道乔布斯呢 绝对是一个制造moment的超级高手 对吧 我们知道 苹果一号是怎么诞生的 在当时一帮极客玩的时候呢 只有乔布斯给他装了一个瓶 就装了一个非常好的外壳 当时在展会上 哇 一下子觉得太炫了 震了 把美国人全震了 其实我们今天看来本质量有什么 没什么 就加一个壳子而已 但是你们要明白 这就是moment 对 这就是微小的关键 微小为什么知道 是那么大的风暴 是因为它遵循不一样的方式 这是乔布斯的moment的三原点 也可以当作大家一个方法 乔布斯moment的第一原点叫什么呢 做正确的事 什么叫做正确的事呢 这个正确不是技术 不是设计 不是美学 不是美学 大老说美 不是 而是人性 而是人性 什么呢 就人内心想要的东西 人性 是吧 人内心就是人之为人想要的东西 是吧 不是装逼的东西 举个例子 1998年 乔布斯推出iMac的时候 机器是没有软区的 你们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 当时知道了什么样的情况吗 当时被全美 报纸 业界 狂骂 是吧 狂骂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竟然没有软区 对 当时没有软区就像 就像那个什么 就像前段时间 刚讲就像iPhone刚出出的时候 不能打电话一样 是吧 但不能打电话是 是吧 不分信号有致 就是 他大致认为就没有软区 但是乔布斯又说 你们 你们有毛病吗 你们有毛病了 现在电脑可以上网了 我专门用四兆软区 有什么鸟用 乔布斯说话比较刻薄啊 就是 他 就是事实上证明 乔布斯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他后来变成了标配 是吧 没有软区 第二 让一线员工 拥有 让一线一线员工更喊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 特别是公司 你们要制作moment 比如 你不能 一定不能基于一个人的 一定是基于一个团队 是吧 就是每个人都要群色群艺 他从细节入手 一定要让全部的员工 简单 简单 再简单 乔布斯有一个哲学 叫烤面猫机哲学 是他做所有产品的一个关键 是吧 就抛弃复杂的技术偶线 寻找打动消负的内心 最直接的漏镜 烤面猫机 烤面猫机是什么 又一个键 一按 嘣就出案了 你们发现 乔布斯三十年前创建苹果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哲学 到现在依然是这样 是吧 比如说iPhone iPhone为什么只有一个键 你们谁回答这个问题 iPhone为什么只有一个键呢 是吧 因为好多人说 因为设计这个设计师 设计个马桶也是一个键 是吧 那你还设计马桶 为什么也一个键呢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烤面猫机哲学 张小龙 为什么成为最红皮 最红皮M 我们节奏加快点 就是实际上来讲 就是实际上他回答一个问题 怎么样洞悉用户内心 这是张杨文的原话 产品的人性 怎么样体验人性呢 第一 一个字就是爽 两个字就是好玩 对吧 罗际推理 不如用户体验测试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关键词 然后他另外一个数字 1110每周 长期坚持 每周看1000篇帖子 或者微博 1000篇博客 做10个CE 就是用户体验测试 你也会成为PM高手 一个方法 理解用户之后 第二堂课就是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的核心呢 就是爽 就是 这个用户体验呢 大家都会知道用户体验 但是 你能不能知道爽的用户体验 对吧 我们就还回答一个失败案例 诺基亚为什么让用户不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苹果出来之后 为什么所有诺基亚用户都转投苹果 大家知道最近福斯出了一个名单 未来将会消失的品牌 第一个就是诺基亚 多么匪夷所思 乔布斯说了一话 什么叫用户体验爽 他说 好多人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呀 是很复杂的 好多人只剩了解的复杂性 就到此为止啊 真正要解决复杂性呢 实际上是需要你探索的 就是你要真正找出好的解决方案 这是很难的 这是乔布斯说的话 什么意思呢 你要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比如iPhone iPhone的 是他 他采取的是电容式触摸屏 是吧 就是用手指 早期诺基亚采取的是电阻屏 拿个笔倒来倒去 是吧 为什么iPhone不好呢 人家比诺基亚做的确实好 你用的体验确实爽 比如iPhone的有红化感应装置 是吧 比如他有重力感应机制 这并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技术 但是诺基亚 当时你去哪 在苹果从来之前你去哪 当然他现在都在跟风 我们说在之前你去哪 这我想起来很难 假如你没有这个意识 就是很难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爽 我不像大 你千万不要误解 爽 不是基于细节 不只是基于细节 而是基于解决方案 就是你要是一个最佳的 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 为什么 苹果 包括米开夫 也非常强调说 苹果的海盗基因呢 是因为为了找解决方案 朴古斯有个原则 只找A级人才 就只找A级海盗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PM的传奇 鱼君 百度的鱼君 他培养了很多PM 边疆 孙云峰 李明远 少许个字 风影子 布棉 齐小齐 好多 鱼君就是那个 百度贴吧的产品经理 影响了整个一个中国 影响了中国 对 这样一个东西 他也不是个技术高手 就是一个热情的发烧友 对 PM 鱼君有个PM12条 对 对在座来讲 我之前跟大家说一点 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是个解决方案 对 但是呢 你要在关键点上超越对处 不断升级 那两句话吧 凡客呢 是个微创新的高手 对 就是他到现在来讲 虽然现在遇到问题 但我觉得基本面 并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公司 非常擅长 微创新 他的第一个工作基因 就是用户体验 对 凡客其实真是做的 让购物很爽 比如举个例子 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细节不讲 比如 无条件退换货 它是真是可以做的 无条件退换货 你们知道其他电子商务 都是有条件退换货 什么意思 就是想办法给你拖着不办 是吧 你们可以试一下 对 就是 凡客体背后是什么呢 用户的狂欢 是吧 恶搞 凡客体恶搞背后呢 是什么 唐僧 是吧 咸到爱商 爱出国 爱烟爱考察 唐僧为什么这种火呢 就是他实际上是一种 是凡客的一种 成年 他们一种对用户体验 唯一的一种表达 什么意思 让用户狂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也可能在这个 做市场 做销售的 就是你什么能让 真正的让用户 发自内心的 参与你的公司 让用户狂欢 很难 方法 打造爽的用户体验 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 这里呢 就像大家提供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创新隧道 什么叫创新隧道呢 就我们 我们做 做成一个产品一样 就像进一个隧道一样 先从远 然后倒进 比如我们刚才可能3000个创意 然后可能提出300个 我要做的 然后可能有50个小项目 然后有四个可能是研发的 然后两个可能能上市 有一个可能是能成功的 就什么意思呢 就你要 就是你要在过程中不断的测试 和聚焦 做减法 简单一点 就是你要找到这个点 中间你要不断的尝试 腾讯 为什么这么牛呢 有一个著名的 它叫灰度机制 灰度机制 为什么这么牛掰呢 是因为灰度机制 有效地解决了 它的创新隧道 什么意思呢 它的最后 是肯定能出去的 就创新隧道 我们大部分人 是出不去的 什么意思 你最后一个 你其实你是 你最后可能死在班户上 隧道你没走到头的 什么叫灰度呢 就是在 又做用武体验产品的时候 是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大家知道 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而会有个中间状态 叫灰度 比如举个例子 周公益的安全概念 在很早以前 大家觉得安全是不靠 哪安全哪能做的核心点 这就是灰度 你们可以在网上查 腾讯的灰度机制 可以非常非常给力 但那核心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一个创新隧道 我想用做减法 比如假如让大家做减法 腾讯发布第一个版本时 有一下用户需求 是吧 其实还有不少 我删了一些 比如卡通头像 QQ表情 聊天记录 开始在线 安全 传文件 是吧 假如让你选出最重要的三项 发布QQ1.0 你会选什么 对 假如让你重回到 重回马化腾 创立腾讯的时候 你会怎么选 是吧 就是做减法 大家知道是很难的 很难的 就你们不一定能做出像马化腾弹的选择 你们可以试试 现在你们试试 你看 好多的 很小的文件 视频 聊天室 语音 反正苏 这么多 你们可以试试 对 跟小马哥 PK一下 假如你将来也有这个机会 你能不能PK过他 假如你穿越一次 第三堂课 因为时间比较紧 我就简单一年 产品体验人 是这样一个概念 是变现 对 我们在产品设计的时候 经常擅长用物体验 但是不擅长变现 对 乔布斯就是一个很擅长变现的高手 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郑元杰 郑元杰 我其实一直 因为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就看测童话大王 但是我没想到 我最近体验 老是看到 郑元杰依然在中国作家富豪榜 我一直很疑问 为什么是郑元杰 是吧 你想我们 我们25年畅销不酸 后来我发现 郑元杰不是作家 是个PM 很擅长微创新 比如 郑元杰早期为了 解决隐瞒运数的 就是因为作家的收入跟艺术有关 他就找了一个制作 一个微创新 就是什么呢 就防伪贴 我来生产防伪贴 你出版社 你卖多少 你从我买 是吧 有点像不像我们软件公司的Lessence 很像吗 是吧 但是因为你想一个作家 能生产出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吧 完全没有一个产品经理概念 就完全靠这种直觉 和从 郑迅 可能早期是郑迅发明了 郑迅也是很 郑迅也大家知道 早期有作家富豪榜 富豪榜的时候 郑迅决定也是排门前几的 解放鞋 是吧 我们知道解放鞋呢 是现在在美国卖的非常火 甚至能跟耐克同等价位 卖个25美元 大家解放鞋是 解放鞋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现在已经变成用户体验 很糟糕的一个东西 又臭 又雾脚 是吧 又便宜 是吧 农民工才穿的 是吧 但是在美国 竟然称了 耐克同等价位的 他们做了什么呢 你看产品没什么大的变化 是吧 就是 非常 这个公司非常擅长变现 周公一 周公一他说了很多 但我就想说 说一点 老周在变现上 是非常非常耿力的 他今天讲很多用户体验 没讲变现吗 OK 你看 老周有很大的容量 他变现靠什么呢 变现靠两个 一个是他等游览器 是吧 大家知道 他们不知道有没有讲 广告变现 第二个呢 通过增值服务变现 就是 比如说 他有个开机加速 用户 是吧 你电脑很慢 你可以找三万元的专家 三十块钱 是吧 我给你升个级 你这个业务还收不少钱呢 几千万 我 之前周公一讲过 又不再讲周公一的微创新了 我就讲一讲 周公一在变现上的微创新 是很耿力的 是吧 就他 就通过微软器 通过增值 非常非常厉害 这周公一自己说 今天刚才讲了吧 心中有大我 是吧 价值观 要放掉小我 对变现来讲 一件是这样的 对变现 放掉小我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你要考虑到 用户 想 为你的什么买单 第四堂课呢 结果为导向的创新 这个就简单过一下吧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为什么很多微小 没有成为风暴 就是没有制造结果 对吧 乔布斯呢 是一个非常擅长 制造结果的高手 是吧 就他 他 他 所有 就我不禁制造 要制造 制造这个东西 而且 要让他有 要有结果 当然乔布斯也有很多 失败的产品 比如牛顿 是吧 牛顿是一个乔布斯 著名的失败 PTA 但是我告诉你 他的失败 没有白失败 因为他 早期做的是出谋评 他的这个失败 变成了后来 iPhone iPad的资产 这是互联网界 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裸奔 但裸奔我觉得蛮好的 为什么 就是问了结果 就是 假如一个公司 有裸奔的文化 也就是公司 应该一般是 比较好的一个公司 是吧 为什么这公司 比较 比较 比较愿意对结果负责 对产品经理 对做产品来讲 也一样 为结果 为导向的创新 非常非常重要 结果 不只是要用户害 不只是让用户爽 不只是你自己的表达 你一定要有好的结果 就让用户买单 第五堂课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 可能我觉得 是乔布斯 就是我这 微创新欧坦克里 假如其他的前几个 你们觉得 可能比较 已经比较给力了 但是我告诉你 那都是常规武器 数据挖掘 才是真正的核武器 乔布斯呢 就很擅长数据考问 比如说 有一次他电脑开机 他跟开发人员想说 能不能够缩短十秒 开发人员说不行啊 乔布斯就做了演算 说每天开机要多十秒钟 五百万的电脑 不是五百人 五百万的人使用Mac 就相当于三亿分钟的浪费 就相当于谋杀 一百个人的终身寿命 就这个开发一听到 就立马就感觉很惊悚 启动时间缩短了28秒 本来十秒它都很难 乔布斯是一个数据考问的高手 关键是数据考问呢 是什么呢 数据考问可以告诉你方向 这是一个著名的数据考问的结果 就是在公共场合 男生的小便池 有一个小苍蝇 是吧 你们知道这为什么吗 这是一个数据考问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当时美国做了一个试验 就男生便池的药液 非这样太大了 是吧 维护不过来 因为国外人工成分比较高 后来呢 就弄了一个小苍蝇 发现男生呢 都有瞄准的冲动 这个数据考问发现呢 降低了80% 说现在成了全球的标配 这就是数据考问 那数据考问我不想讲那么多 就给大家讲一个方法 判了一拖效应 什么叫判了一拖效应 你们都知道啊 80%和20%原则 我们知道 我们大部分的公司的 80%的收入是20% 是吧 微博上 80%的人气来自于20% 是吧 大家都认同吧 可能都知道啊 就是你公司的 你公司的8% 或者说有时候 你公司80%的业绩 是你20%的员工干出来 都有这类似的现象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 你们一定要通过数字 数字 产品经历 你们要找到那20% 怎么找到呢 要通过数据挖掘 就是 假如你们做产品的 假如你想微创新 你找不到那20% 你去瞎懵 对 那 那那那你会 你会被用户 用户抛弃 判了一拖效应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但我让大家记住 不是这个效应 而是 你要 你要找到 找到这20% 对 但这是个工具 这是个工具 方法 腾讯的秘密武器 时间有限 就不讲了 这个只告诉大家 腾讯 在腾讯的所有重物武器里面 只有数据挖掘 是最给力的 腾讯的所有的 那么狠的武器中 腾讯有个T4专家组 相当于叫特众部队 就是 就相当于什么 是吧 只要腾讯所有产品不给力 就关门上T4 基本上就没问题 这是一群 数据挖掘的专家 特众部队 谁是中国最牛白的PM 是吧 马拉腾 周公一 是吧 有很多很多 都是这样的 当然我想跟你说呢 其实人人都有成为牛白PM的可能 比如举个例子 最近一个特别火的 要升业三十三天 四天就拿下了两亿跳房 这个产品呢 其实是一个PM的产品 完美时空做的 是吧 完美时空呢 是中国游戏 网络游戏业 非常强悍的一个游戏界 北完美男网龙 是一个非常强力的高手 从这个游戏的制作 从这个电影的制作 推广 处处都是这样的感觉 什么感觉呢 就是用武体验 制造更爽的体验 数据挖解 包括所有的推广 微博什么 都是这样的东西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实践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也在这么安正 这样的东西来做 假如微博也是这样一个产品的话 我想给大家推荐 就是我们在 我现在在做一个叫 正合到标准的微博 目前迎生新浪最凶猛的 微博之官位之一 靠的是什么呢 他也靠的是 你看第一 你要深懂理解用户 你想打动什么人群 第二 快速迭代 是吧 用户体验 快速迭代 你要制造好的用户体验 而且要不断的迭代 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要学会 数据挖掘 我们只要是数据挖掘上面 找能量 这个是苹果的致敬的作品 转发大概有三千次 不到三千次 乔布斯给PM 或者给各位跟做产品有关的最后的遗言 这句话 我觉得还能量最高最高 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一下 或者你不记也可以 你买过乔布斯传 最后一张 有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的责任是提前一步搞清楚 他们将来想要什么 亨利福特说过一句话 说 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应该会告诉我 我想要比更快的 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职责 你们微创新的核心的原点 都是要提前一步搞清楚 他们将来想要什么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所有的五堂课 都是为了想帮您帮你们 哪怕稍微做一点点的努力 理解 稍微理解一下用户 为什么说让大家有爽流氓感呢 是吧 就是凡事不宜 用户体验 为最高目标的 都是爽流氓 是吧 这是著名的一个微博体 是有时候来讲 对于PM来讲 确实这样的 因为就是 假如你们的产品做的不好 其实话可以更狠念 你们是要有罪恶感的 为什么 假如你产品不好 你真的是在 因为你这是大反位的东西 不管你创业还是做产品来讲 就是假如你的体验不好 你没有把体验作为最高目标 是吧 你就是在爽流氓 是吧 当然我希望我们在座的 可能就是将来 就是会慢慢的 因为将来用户越来越用越话语权 就是用户不给你爽流氓的机会 说说来讲 让我们用微小的方式 乔夫斯内话 改变世界 对 这是我的一个邮件地址 把我微博地址 也希望跟大家在今后的线下多交流 也希望听到你们的更多的声音 然后我的呢 我的这一堂课呢 就基本上到此为止 既然有互动的话 看主持人 我想提问一下 您对商务社交的产品 您有些什么看法 对 因为商务社交呢 其实目前我也在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产品啊 那我觉得商务社交目前来讲 其实在国外有几个漏镜啊 国外有几个漏镜啊 比如说不管是林肯定漏镜啊 还是其实跨人漏镜啊 其实都是都是 因为商务社交跟我们大众社交是不一样的 是吧 这是个前提 那在国外 我自己其实比比较看好两种模式啊 一种是 就是类似于林肯定这种模式 它是基于人脉的 是吧 另外一种是跨人这种模式 我其实我是内心是比较看好的 为什么来讲 因为商务人性来讲 它需要的是轻互动 轻互动 然后就什么叫轻互动 就在微博上不要 不要那个 微博还是一个大众平台 那商务社交呢 我觉得它的核心就是轻互动 轻互动 然后高质量 是吧 高质量 然后对社交的要求比较高 但是坦率来讲 目前我觉得 中国的这种商务社交 目前我没有看到太好的产品 就是 我还测了 几乎所有的我也都测了 不光是学Quarrow的 还是学LinkedIn的 我都是了 我觉得核心一点 核心一点 它没有找到 适合中国人群的微创新路径 对 微创新路径 就是因为比如打比方 我看有一个地方做的那种 分享PPT做的挺好的 是吧 但是呢 它只是 它没有把它放大 对 所有的来讲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的 只是方法问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 就是 还是要找到一个 就是不能走大 可能不能走大众路线的点 你可能不能再做个微博 是吧 你也不能再做个M 什么这样的东西 就是 而且要找到 找到一个 特别适合中国人群 低糊弄的一个路径 目前来讲 这个路径是什么 我可能也不太清晰 但是这个路径 一定是用户把你找出来的 而不是抄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好吧 谢谢